以前一起住在南港 也一起賣房子 我久了他把我 所以你也搬走了 他也搬走了 他啊我啊 他啊我啊 沒叫姊阿楊齊啊 我都搬走了 哦全搬了 全搬了全搬了 房子有點小小的獲利 所以就搬走了 哦 他是台灣人嗎 台美混血 台美混血 你可以生混血了 這種東西不是我說的 不是我說的 我現在是可有可無啦 嗯 就是要看我自己身體狀況 其實以我的年紀來講 可能會有一點危險 所以他要再比我 我男朋友的說法是 他如果 因為要有一個小孩 可是我的生命會有危險的話 是他非常不激動的 他那個不要有小孩 他也要我 要抱住我真的 之前國秋老師 過四十週年的時候 我們大家有去看他 有稍微聊一下 所以你是跟黃大仙比較熟 對啊 不是價格力 因為以前我們一起 以前一起住在南港 一起賣房子 對 所以我就想到 對 差不多 那現在你也搬走了 他也搬走了 他也搬走了 他啊 我啊 每叫姐啊 兩期啊 我都搬走了 全搬了 黃子有點小小的獲利 所以就搬走了 就大家人生 有不同的規劃這樣 那感情上 你有給他什麼建議嗎 當然也是會希望說 好聚好散 好好談 對啊 那但是走到官司 那就看法院怎麼判 跨年都快到了 你會有那個 比較甜蜜的計畫嗎 因為我們現在是分隔兩地嘛 他在美國工作 他都是日本啊 美國啊 飛來飛去的 所以其實在今年 我們也沒有辦法 在台灣碰到面 那因為我也在忙碌的時候 是一個很注重的飲食感的人 像萬聖節啊 感恩節啊 以及即將到來的聖誕節 他都要 他都會給我一個包裹 裡面是零食 跟一些吃的東西 最主要是 他想要把我餵胖 哦 被孕嗎 也沒有 我都幾歲還被孕 沒有這個想法是 他希望我可以就是 不要這麼瘦 他喜歡肉肉一點 可是因為我就覺得 運動啊 很多 所以也好開起來 只要有節日 我會收到他的一箱 禮物 那你會回送他嗎 我也會回送啊 只有我回送他的東西 就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就會自己做一些菜 放在包裹裡面自己給他 做好一次先放冷凍 而且我就把它包好 一包一包一包 一次他吃的份量 我就把它包好 像他這次就 就吃 就說點菜 他要點那個 瓜子肉跟番茄炒蛋 所以我就做這兩樣 大概 每一份大概都是十包 十餐份這樣子 啊會來過農曆年嗎 可能會吧 他是台灣人嗎 不算是 他是混血 台美混血 台美混血 你可以生混血 對啊 哈哈 但這種東西不是我說的 不是我說的 我現在是可有可無啦 就是要看我自己身體狀況 因為我也很想要溫柔生殘 就是不進醫院 但是有住廠室的體重 是用自然的方式生產的 其實以我的年紀來講 可能會有一點危險 所以還要在庭護 我男朋友的說法是 他如果 因為要有一個小孩 可是我的生命會有危險的話 是他非常的失望 嗯 希望我會做這種事情 他如果不要有小孩 他也要保存我這個福音這樣 所以就是說 這種東西都是要商量跟討論的 是